好,各位同学,我们继续讲第七章 端面与外进车销操作机械基础实习 Part 2 那这个东西在各位参考的160页 我们这个重点是108年课纲 108课纲 各位会发现108课纲比之前的旧课纲 简单很多 所以各位同学 如果你要考统测 你看我的是OK 但是如果你要考国家考试 我建议你再把旧课纲的东西 好好的重点复习一下 好不好 好,我们就直接来进入到主题 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 Chapter 7的Part 1 我们从Part 2这边来继续讲重点 各位同学,把课本重点 还有原子笔准备好 准备好起飞了 第一件事情 这里有分两种车销 一种叫做出车销 一种叫金车销 请你把重点写起来 请问哪一个是先 哪一个是后 出 对,请你前面写一个先 金车销 后面写后 你一定是先做出车销 初步的 大略的车销 才会做金车销 好,那这里的重点 请你画起来 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出车销啊 出车销就是 不计表面粗糙度 我不care 表面粗糙度 好,然后 紧速消除多余材料 这就是它的目的 我只会留一些加工欲度 因为这些加工欲度 会让你从金车销 变成达到工作图面尺寸的要求 所以金车销的重点 你要知道它的目的 就是达到车销到达到工作面 工作图的尺寸要求 以及达到达到达到表面粗糙度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这种它的概念 第一个目的是一 第二个目的是二 这个常常是考选择题 请你把考课本 发下去给他们 好,那就交给他们 来,各位同学 继续讲下去 出车销的要领 这个非常重要 请你把要领圈起来 我们现在讲的是出车销 再讲一个重点 我们是先做出车销 再做金车销 所以出车销的重点 请跟着我画起来 出车销的要领 我讲重点 其余的自己看 出车销的要领 第一个 它是大的切销深度 跟大的进几量 但是主轴的转速是比较慢 这个请你画起来 重点 什么叫做切销深度 我看图 来,我现在画起来 你现在写 这个方向就叫做切销深度 你现在写 再来 什么方向 叫做进几 进几 刚才我要让你画 对不对 进几量 进几量就是这个方向 叫做进几量 或者叫做进刀方向 现在写 换句话说 如果你是做出车销 你的切销深度跟进几量 都会比较大 但是 转速比较慢 听得懂吗 转速比较慢 所以各位同学 为了加深你的印象 请你画一个旋转 上面写一个字 你猜什么字 慢 现在写 慢 慢会不会写 对 现在写哦 这就是我要你画的重点 好 再来 继续讲重点 如果你眼睛看不到 失明的同学 没有关系 你用听的 我都把重点跟你讲 你一样可以考上 好的学校 再来 你一定要选择 切边角 来做出车销 它可以分散 切销阻力 切销阻力 各位同学 如果之前你有注意 听老师讲的 你就会知道 切边角越大 好 现在写 来 我现在跟你讲 切边角如果越大 你的切销阻力 就会越小 请你现在写起来 very important 切边角 我们常常是在 俯视图看得见 在我们之前有讲过 车刀刃角 切边角是一个 相当重要的角度 它在俯视角 看得见 写起来 俯视 就可以看到 切边角 你要知道 切边角越大 分散 切销阻力 也就是你的 切销阻力会越小 OK 重点在这里 好 再来 第三 第四 个人觉得 很简单 自己看 嘟 这个叫做 刀架偏向固定 它告诉你 怎么固定才对 这样的方向才对 左边这个方向 不对 对不对 这个后面 这个是什么东西 同学 这叫顶心 是吧 有的人还讲不出来 现在写吧 顶心 顶心知道怎么写吗 现在帮你打 顶心 顶心 我帮你打字 看现在写 我怕你不知道 这个尖尖的 顶着这个 长弓箭的 就是顶心 好 下一个重点 咱们继续讲 这个就是 尾座顶心 在这 圈起来 这就是尾座顶心 现在写 尾座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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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之前 有没有讲过啊 有啊 在第五章 车床的基本操作 有没有讲到 对 顶心有分 有两种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有两种 有分两种啊 第一种叫做 固定顶心 第二种叫做 不固定顶心 不对 活动顶心 哎呀 来 抄起来 抄在旁边 顶心 分两种 赶快写 活动 还有固定 这个都是重点 我在教 我会帮你复习到前面的一些重点 让你重复洗脑记起来 这样知道吗 顶心角度几度 这都是重点考题啊 写起来 所以他会有默示 我写起来 默示追度 追 追度 这几个都东西 你一定要记起来 大概默示追度是三号 三号 或四号 这个 这个 都是重点 抄起来 抄在哪里 请你抄在课本的160页 也就是这个图 这个图 我就是在讲 顶心的重点 我现在虽然我在讲第七章 但是我顺便帮你复习第五章的重点 你一定要这样读书 整个打散 画起来 一起学 才会学得好 这样了解哦 好 再来 这里的重点在于 来画重点哦 我讲重点 考试重点 来第一个 如果你是阶级弓 阶级弓弓圈起来 你要先车销 大进 先 大进 后 小进 这样知道 这是重点 再讲一次 阶级弓 什么是阶级弓弓 有点像这个就是有点阶级 有没有看到 先 切 消 大进 再 切消 小进 这样了解哦 好 再来 打中了 真的哦 第八点自己看 这个是横向竞刀 竞刀的一个刻度值 这是查表 好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是不是讲到了 出车销的一个要领 好 我们先下课 下节课我们从 金车销要领继续讲 下课 小金车销要领继续讲 我什么意思 就下天 再课